年轻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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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10块 来个15一片 好 抹粽片 抹粽片 再次吃两片 联山总是无人 作为一个四川人 相信很难有人不爱吃回锅肉吧 今天就把我个人收藏已久的一家 专门吃联山回锅肉的店 推荐给大家 来看看这招牌 简单又粗暴 有种一道菜 就撑起了一家店的感觉 其实啊 这就是一家路边摊 几乎可以说 没有环境可言 客人啊就坐在马路边上的几个 简易遮阳棚下就餐 正在招呼客人的就是老板叶姐 从叶姐和客人的对话 可以看出 要吃联山回锅肉之前 还得做做选择题 看起盘子里 三种不同大小的猪肉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价格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食量 以及口感需求 来决定选择哪一种 而为了让大伙 更加直观的感受 我们冰岛也溜进厨房 看了看 我们也顺势 比了比 结果不如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这片肉足足比我们标保的手 大这么多 而且还很厚 反正看起来就两个字 杭死 那么这道杭死里熬锅走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只见向大哥熟练的将猪肉 一片一片的放入五成热的油锅里铺平 用小火慢慢熬制 其间需要用勺子不停翻炒 等猪肉变得微卷时 再依次放入各种自制的酱料 用大火不停地翻炒 最后来点蒜苗 三两下功夫 蒜苗断生后 一道香飘四溢的连山回锅肉 就完成了 这次摸点吃了 然后因为我要再蒸面过来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回锅肉 最很有 taste 面它这样子一片 基本上有我们这个 一个收盆性那么大 然后而且它味道容易哼去味 然后就是铁中带辣 辣中还变了 带了点铁是吃的这种味道 四菜炒饭嘛 炒成灯椒味嘛 为了口感嘛 没有完全那么灯椒味 要不要 你真正到这些正吃的话 太精了 有点费牙口 它这个调整的还可以 一半就两片 一半就两片 再多找不出 再多可以用 虽然我这个机器 但再多可能也找得着 马路边吃着回锅肉 客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说笑笑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满满的烟火气 本以为来这吃回锅肉的都是四川人 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来这儿的外地朋友可是不少 没有 我还是吃几个 小豆 嗯 有什么 你先吃两个 我两个吃吧 那么多 没得俩皮 不能多 不能多 多了 多了 多一点 我家是三系的 吃点感觉口感很好 它这个豆豉炒得很香 对 对 这个豆豉炒得很香 嗯 这豆豉这个香啊 很好 大 太大了 你看这么大 这一盘太大了 哈哈哈哈 这一盘腿啊 来帮鱼啊 帮鱼啊 你下手吧 哎呀 这么大 给我哪个肥的 这连山回锅肉的份量很感人 对于肉食爱好者来说 的确相当过硬 一般鱼呢 吃小份 再还有特别的呢 店里除了招牌连山回锅肉 还有些重盐重油的下饭串菜 如果对你口味的话 也可以来挑战一下 看看这连山回锅肉 您能吃几片 我每次看到 我们的客人吃了 我们连山回锅肉 都给我们点赞 我心里很有奖的 我们的客人吃了